首先它这个线回收的这个原料就是我们平常所收的油线 这个经常是埋在地下的或者是需要过水的时候的通讯线 所以说里面填充的有油脂有繁石磷等等 这个非常的黏 这样的话这种线是用普通的干式桶 已经是没办法处理的 所以说必须用水式的 那么这一条线整条线里面都填充的有水 在水里面也可以考虑加热或者添加去油灵之类的东西 那么首先它这是一条皮带输送商量 上到一台这个单轴撕碎机里 那这个单轴撕碎机会给它撕碎成20毫米左右的小段 然后这单轴撕碎机里面也是带的有水的 然后会把水和撕碎之后的物料通过一个螺旋收红机 收送到这样一台钢丝分离机上 这台钢丝分离机里面是个和单轴撕碎机是非常相近的结构 它可以把原料撕碎成5到10毫米左右的小段 在这钢丝分离机分离之后 然后呢它后面配备了一台磁选机 所以说如果你的原料之中带的有铁线 那么用后面的这一台磁选机的话 也可以把它分离出去 然后这个10毫米左右的物料 就会接触到下面的浮显槽里 可以看到这个浮显槽其实有两个行进方向 首先在水面上会有这个拨片会把浮在水面上的塑料往后面拨 然后塑料和油纸就可以直接排泄到下面的一个下面的框里 然后比较重的比如带铜的线或者说直接分离成铜 分离出来的铜线就会从下面的这个螺旋输送被卷到上面 然后输送到下一台设备 然后下一个也是一个螺旋输送 这个螺旋输送把铜还有塑料的铜片会一直向上输送 然后带着水一起向上输送 输送到这个精细刀部里面 这个精细刀部它的出料尺寸是大概在两毫米左右 那么在这个精细刀部里在水然后去油剂 还有这个刀刀片的共同作用下这个塑料和铜就可以完全的分离 那么它会这个刀部会把出料分别出到两个这个水摇床上 那么通过这个水摇床的作用下 比较轻的物料就会从侧面排出来 然后比较重的物料的话就是铜的话 它就会不停的向前摔 然后向前摇到这个位置 那这个地方出来的就基本上就是纯铜 然后可能有人看中间这还有塑料和铜的混合物 那么这一部分其实占的非常少 大概就占到20%到5%的总重量 也就是说你一天一个小时干一吨 一天弄10吨的话 这一部分出来可能也就才那么2300公斤 那么每天你在工作结束之后 然后把这一部分给拉走 可以等到明天再放到刀部里面 继续再处理一遍 然后效果会更好 比如你看这里面基本上就全部都是塑料了 这里面基本上就没有铜 然后这一套设备我们还给客户配备了铜米风干机 也就是为了防止铜和水接触时间长了 就会产生氧化变黑 然后影响它的售价 而且对于塑料的话 我们还配备了一台脱水机 那么也就是说让客户的塑料和铜售价的话会更好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套 处理产量是每小时可以达到1000公斤 然后铜铜的分离效率可以达到98%到99%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